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厚厚的土石布满小镇的大街小巷 布索莱诺镇过去几个星期的大雨 影响苏沙山的水土 土石流灌入了山谷里至少五间房子 警察消防队员撤离当地约200人 索性还没有传出重大死伤 夏威大岛的基劳亚古山 五月初喷发到现在 一个月烧毁的建筑相当于过去35年 累积烧毁的总量 可见得这次基劳亚古山喷发的严重性 火山熔岩一路往太平洋方向流 流进了美丽的卡波霍湾 火山熔岩不断地从地表串出 就像是黑色怪兽一路奔流 从卫星云图可以清楚看到 岩浆一步步地吞噬掉卡波霍湾 美丽的滨海社区 基劳亚火山沿江覆盖了卡波霍湾 预防性的撤离 没有酿成死亡 临近的西洛湾也有沿江喷流 美军正在协助居民撤离 卡波霍湾两座社区总计279户 其中一座社区全毁 基劳亚火山这次喷发到周三是第35天 目前烧毁约117栋建筑 和历史相比 35天的喷发就烧掉基劳亚火山35年 累积的毁坏程度 科学家还持续侦测到火山强而有力的活动 到什么时候停止还不得而知 大约新闻水树妹编辑 瓜地马拉的富埃哥火山 则是历经两次大喷发后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目前累积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人 瓜地马拉紧急事务处理署 宣布暂停搜救行动 火山灰和碎屑流的温度还是相当高 加上灾区气候不好 瓜地马拉政府宣布暂停搜救行动 不过有的居民还是回家清除火山灰 准备重建家园 瓜地马拉政府表示 倾盆大雨造成土石松动 增加了救援的困难 加上黄金救援时间过去后 找到幸存者的希望也相当渺茫 目前失踪人数攀升到了至少200人 富外哥火山爆发 很多人来不及跑 直接被活埋 灾后余生的民众回想当时那一刻 恐惧也无助 富外哥火山活动频繁 三天两头冒出浓烟 喷出火山灰 居民早就习以为常 谁都没想到 一如以往的平静上午 竟是末日来临 富外哥火山与夏威夷 基劳亚火山不同的是 基劳亚火山爆发 沿江缓慢流入社区 而富外哥火山最致命的是 700度高温的火山碎泄流 以时速100公里的速度来袭 人根本来不及跑 前两天才互相寒暄 再次见面却是隔着灌木 两个世界 哭声 送葬乐队声 这几天不断在村里回荡 浩劫来临 居民只剩无助 这次火山爆发 是瓜地马拉1902年以来 最致命的一场灾难 当时夺走上千条人命 天灾再次乍到 显现出人类的渺小 大爱新闻黄敬廳编译 开拽节即将到来 阿富汗总统为此宣布 停火七天 阿富汗总统宣布停火后 反抗组织塔利班 还没做出任何回应 事实上这不是阿富汗政府 第一次与塔利班展开和谈 今年二月阿富汗总统打算承认塔利班是政治导判 换取停火协议 结果以失败告终 欧洲难民潮最近频频传出 这个海中悲剧又传出了一起 东非索马利亚出发的难民船 在夜门海岸附近发生船难 至少有46人死亡 偷渡船载者约100位难民 从索马利亚出发 就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掀起大浪 船上没有救生衣 难民一慌张 船在雅丁湾触礁 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照片 至少46人死亡 还有16人下落不明 都说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在中国大陆的四川选绵羊市 也为老先生脚步蛮山的过马路 一名警察挺身而出 背起了老先生走 也维持了交通顺畅 穿着白上衣的老先生 双手各储着一根拐杖 走过机车道就花了15秒 眼看着还有好长一段 斑马线得走 此刻执行车道的红灯 即将变绿 我们所有的司机都 固有儿童地停下来了 车流量大的马路上 所有汽机车驾驶 没有一个人按喇叭 老先生行动不便 斑马线似乎看不到镜头 恐怕一时半刻是走不完全程 这时候人民保姆挺身而出 最后警察一不容辞 一个屈膝背起老先生过马路 路上车辆才开始动起来 天使般的警察不只爱心报表 细心也满意 繁忙的上班尖锋时间 警察背老先生的故事 带给大家一天满满希望的开始 大约新闻 许数妹编辑 美国太空总署掌握火星 可能有生命的资料 美国和中国大陆中心通讯 达成新协议 结束制裁 关心今天国际大小事 中国大陆第二大电信设备 制造商公司中心通讯 去年因为贩售产品 给北朝鲜和伊朗 违反美国制裁 已经罚过一笔10亿美元 今年4月 美国还封锁中心通讯 进口所有美国零件7年 现在美国和中心通讯 达成协议 中心通讯会支付 10亿美元罚款 监管同时撤换管理层 让中心通讯 恢复正常营运 其他工业国G7领袖 陆续抵达主办国加拿大 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会前就说 没有永远的领导人 其他六国要团结 对抗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美国取消各国 钢履关税豁免权 还取消了伊朗协议 原本是G8 俄罗斯被取消资格之后 变G7 现在又有G6的态势 除了贸易战 乐视会也呼吁G7领袖 处理不平权的问题 土耳其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盖水坝 影响下游国家伊拉克的用水 土耳其水资源部长说 因为摘戒月 决定延后水坝蓄水 到7月1号 两国在巴格达开会 做了这项决定 会议还在持续中 要确保开始蓄水之后 有足够的水量流到伊拉克 美国太空总署的 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发现火星可能拥有 适合孕育生命的环境 好奇号还发现 火星大气中 甲烷浓度随季节变化会有不同 在夏天上升冬天下降 大约新闻许叔妹 西级美国达拉斯分会为当地长期互动的学校 进行禁思与教学迈入第七年了 从去年开始 巴巴拉乔丹小学 由校内老师来全担课程 此次之工特别颁奖给教职员 让品德教育落实生根 这场颁奖典礼是为老师们举办 2017年开始 由15位巴巴拉乔丹小学的教职员 承担起禁思与品德教育教学 我们每次都感到高兴奖兴奋 教育们都有支持 我们都要花更多时间 准备到职员 巴巴拉乔丹小学 是明确奖典礼学 成绩成绩教育 理清情義重的節緣品 還有學生親手折的指花術 是對付出了老師群最大的肯定 教之以理 欲之以德 校園裡少了負能量 多了正向的改變 大愛新聞 珍珊美職工 吳怡軒 曾願意 美報道 付出愛心永遠不怕馳 在此進美國總會的大愛蔬果車 這次在阿罕布拉高中的食物發放 有三代同堂的職工 其中呢 11歲的愛娃 在美國此上發起送愛給難民的時候 也發願要募集50個協和禮物 雖然錯過了時間點 不過這項特別的任務 來到了阿罕布拉高中 二手書 二手服飾以及意見 每回因為大愛蔬果車到達阿罕布拉高中 也定期設置 這次蔬果和食物發放現場 來了五位新職工 他們是三代同堂 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 以及11歲的愛娃 其實愛娃還有一項特別行動 然後我跟他媽媽說 我跟我的大愛兒說 oh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help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 couldn't do but maybe I can make a little difference so I decided to make these shoe boxes or yeah boxes and so they came with the basic necessities so me and my mom and my dad we went to a 99 cent store, Dollar Tree, all those little places and so then finally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the box so she started thinking well they're going to do this and that, hair brushes, toothpaste these are the basic things she needed and she realized that's what people really, you know again it helped her visualize what people really needed 亲手致贈鞋和礼物给同侪 爱娃还贴心区分男生与女生的需要 分送祝福的同时慈继之工也鼓励孩子们有机会的时候把爱传出去 大爱新闻知识美之工美国报道 全地爱心还有什么方法呢可以鼓励速食 在马来西亚麻坡的慈继之工举办烘焙课 交民众天然的蔬果来代替加工食品原料 做出了好几样烘焙点心 让体质过敏者的选择多了变化 掌声欢迎烘焙老师 他将传授一系列纯熟点心 过敏体质的民众可以安心食用 没有蛋没有奶没有蜂蜜所有有关于从动物里面抽出来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用 无所要改变一个人的身体首先我们要从我们的食物改变 我用苹果酱我用果泥我用香蕉泥 这些都可以代替鸡蛋的是喝过敏子的 然后我们的那个大燕麦也可以把它打成奶 蛋和奶分别创造蓬松感和香味 蔬果来替代不失风味 Vagin butter 我是原来可以这样子做出来的 不需要从动物身上从植物 什么原来可以代替这样 本身是吃素的 我原来没有吃蛋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 卖的都是一些加工业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天然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纯熟烘焙原料简约 可口滋味少负担 大爱新闻黄书彩苏信仪马来西亚报道 而在印尼的雅加达 慈禧之工也为平民准备了贴心的开斋节礼品 他们很多是单亲妈妈 独居长者或者失业很久的平民 生活物资是一份实在而又迫切的祝福 提前为开斋节做准备 印尼慈禧之工来到北雅加达的借铃金镇家访 熟户调查每个家庭过年时的所需 比证据货场每个家庭都会高充 现在这份铐金额和太阳的屋服 比证据货场每个家庭的东西 马来到北雅加达市区的物价 只要接近开斋节 雅加达市区的物价就会上涨 这对收入不稳的贫护而言 无疑是沉重负担 因此今年刺激与当地修道院合作 提供他们生活物资 在领取物资的队伍中 志工发现多数是老弱妇孺 因此也多动员了人力 陪着居民把礼物带回家 这些人已经在康复 我们已经在康复 我们已经在康复 从家里到家里 这些人特别是在康复 在康复的地方 就像这种康复 我看起来 就像我们一样 但是他很厉害 我们和我们一样 慈激人的心意 无需挂在嘴边 全都化成手上沉甸甸的重量 戴新闻 加郎不得利印尼报道 说是不能以貌取人 也不能以貌来看米 有机米的长相不一定好看 但是健康无毒 现在因为科技发达 稻谷利用机器来烘干 一天可以完成很多的流程 但是还是有农民坚持 要友善耕种 日晒稻谷 我们这日晒 夏天最不需要三到五天 传统农村景象 日晒稻谷 现在已经很少见 台中外埔 还有人坚持 利用大自然 在头部 不用用到那种能源 机器烘干一天速成 但陈坤荣却用最花时间 最费力的方式 日晒米不用透过农会收购 自产自销 卖给左邻右舍 腾袭大帝 这些日晒米 连栽种过程 都有机无毒 我们种有机的 不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 我曾经跟上天讲说 只要我还在 我一定会照顾别人的健康 无力血20年前罹患癌症 从那时候起 他比别人更关心食品安全 脱壳后的米大小不一 有黑有白 还得再经过几道程序 仔细盯着每个细节 陈坤荣做事讲究完美 他淘汰小颗米粒之后 还要再透过机器 辨别颜色去除黑米 原来烹饪的旁边也会变乌 不用农药的有机米长得丑 成长过程也辛苦 五仙他们的流传下来的东西 也不见得说不好 是比较传统 比较健康 好不容易才说服临近地主 一起响应无毒耕种 要自然隔离带 你不配啥无农药 我不配啥无农药才可以 但是说什么就很久了 鸭子能在稻田间生长 可说是无毒保证 这些代替人工 但是也不要太过分 去破坏这个生态的房子 当大部分的人追求效率 不择手段 他们却回头找寻新人智慧 反扑归针 呈现农村奇迹 要照顾实质长者不容易 但是要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家人 现在全台大约有76万的 失能失智长者 而他们为了要让这些 家庭照顾者有喘息的空间 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 关怀总会邀请了 50位的家庭照顾者到故宫 转换心情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倡议 家庭照顾者应该要照顾好自己 才能照顾好家人 所以应该有适度的喘息 那现在政府也有提供 五项的喘息服务 所以希望善用这样的喘息服务 可以走出来 那在走出来的时候 也希望提供给照顾者们 更多元的一些选择 所以照顾者们自己的回馈中 觉得故宫是一个 他们小时候很珍贵的记忆 是他们跟长辈 可能会来这边游玩的 爸爸妈妈拉着他们的手 来参观的一个地点 有照顾者就说呢 幼稚园大班的时候 爸爸第一次带他到故宫 看到翠玉白菜肉行食 而现在换成自己陪爸爸来 还有人说呢 最难忘的一次是陪伴退休后的 公婆参观故宫 他们过去因为工作的关系 曾陪同许多的外宾来参观 这次免费参观故宫博物院 重温参访的记忆 拥抱自然的新世代建筑 也正在行诉着新的城市景观 像是被誉为高颜值美术馆 位在贵州的熔岩美术馆 整栋建筑建在峭壁上 就像是悬浮在空中 而且采用玻璃帷幕 窗外的卡斯特地貌 美景一览无遗 为辅神宫的卡斯特地形 仪式独立的天然美景 仔细一看峭壁的天然凹陷处 竟然有一座造型前卫的建筑 仿佛迁进了岩石中 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这么一个状态的环境中 建筑应该是让未有一个环境的 这个也是像我们现在 国家所提倡的一个 所谓的绿色环保 那建筑应该是是个配置 是一个融入到这个环境文区的 被誉为高颜值的熔岩美术馆 位在中国大陆贵州省的安隆县 坐落于将近165公尺高的峭壁上 造型就像一轮星月 外墙以玻璃为幕构成 美术馆本身就是一个 让人屏息的艺术品 采用大片落地窗壮观的卡斯特地貌一览无遗 曾在德国深造的大陆设计师何威 完全体现熔岩美术馆的功能 向世人介绍所在地 安隆国家公园的自然之美 预计今年正式启用 大爱新闻何嘉诚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墨西哥有一场古文件拍卖会 其中有美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 亲手签名的支票 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 亲笔签名的信件 新闻最后带您一起来看看这个 历史悠久的古物 同时感谢您收看 再会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